传统艺术教育的社团成立 它必须要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像我当年在民国82年所成立的 我学校的披影系团的教学 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 21年,今年迈路21年 去年20年团庆 他们现在还继续在运作 他们在每一个年级的 每一次的每一年度的四年级的学生的教学课程里面 就有这样的课程 也编辑了一份教材 我们大运国小当初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都有传统艺术的教指导的课程的延续性 所以变成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计 所以有没有机会像这样的资源 能够加回到各县市 他们才有机会去推动 如果没有成为课程的时候 成为社团 也是一种办理的一个方式 最后一个建议是县市的辅导团 我就要在座有我们新竹县的宜芳老师 宜芳老师 在最后面被柱子挡到 我想说我刚刚骗许了 我有去查名单 这个因为都熟识了 刚刚宜芳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 还有我们台北市的翁校长也在此 这个一文团的召集人 还有我的同学 这个陶芸市的江校长也在此 有机会请他们也就辅导团的一个运作模式 有没有机会他们能够因为有这样的资源的意义 住在县市辅导团 然后由他们去各校各区服务的时候 办理这样的研习 那透过课程的专家学者 以及透过传艺的专业学者 或者是传艺的保存者 保存团体一起现身说法 办理这方面的研习 才有机会让我们的传统艺术 在未来的课程上面 未来的社团 未来的学习上面 能够加回我们的学生 以上是我个人的几点小小的浅迁 谢谢 OK 好 非常感谢我们宗主任 大家非常贵的实际上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好 那